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结婚是人生大事 她预示着生活走进新篇 也预示着各种考验正在到来 今天我们的两位主人公 阿杰和小慧 就是一对新婚不久的小夫妻 刚工作不久 手头继续紧张 他们选择住进了家里的老房子 连家具都没多置办 就先就地住下 开始了他们简单的小日子 成家立业嘛 虽然我们现在两个人的工资不算多 不过我相信我们以后两个人一起努力 肯定是可以的 我们都不想靠家里人去给钱买房子什么的 她现在也不嫌弃 我们就将就地先住着家里的老房子吧 阿杰和小慧的家在广州市海珠区 这里只有40多平米 一个四四方方的房间被简单地间隔成15平米的客厅和10平米的卧室 客厅的旁边是5平米的卫生间 而剩下的空间就是两个并没有多大使用功能的阳台 占掉了将近14平米的空间 也就是说阿杰和小慧平时能使用到的空间其实只有30平米左右而已 因为房顶已经有40多年 所以房子里的各个地方都已经非常残疚 生活才刚刚开始 两人想着相互扶持 步步打拼 好日子总会有的 但是这种平凡的小日子还没过上几天 一个意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真的是个意外 本来我们是想着过几年再去考虑孩子的事情 所以当时我们一看到B超当的时候 我当场懵了 两个人世界都还没过完 现在又要过三个人世界了 这个意外到来的小生命 无疑给两人的生活带来了无数的变故 让两人之间产生了分歧 迷茫和无助瞬间充斥满这40来坪的小房子 你看看我现在住的地方 一点都不适合小朋友 又没有厨房 总不能天天去吃外卖吧 我也知道他现在怀孕了 情绪不好 以后小朋友出生的环境 我也希望他可以好一些 但是现在没办法 只能是这样 大家将就一下吧 对不对 经济情况的确不太乐观 大人可以将就 小孩却是不能将就的 是坚持还是改变 问题始终营绕在他们的心头 以前我们可以慢慢做计划 现在不能等啊 为了孩子 必须要拥有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为了照顾妻子的心情 阿杰同意了装修 以最少的预算 换一个更舒适的环境 他们开始认真地浏览 家装服务优选平台 齐家网 寻找自己心仪的家装 了解报价 再根据实际情况 来做下一步的打算 这种暂时的妥协 会给装修过程带来影响吗 很快 齐家网的帮帮团 就跟两位主人公联系上 了解详细情况了 我们刚刚收到了这对年轻夫妇的装修申请 其实啊 这天丁进口是一件开心的事 但是呢 这烦恼也确确实实的存在 那咱们试试看 能不能够帮助他们 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吧 节目组这次邀请进帮帮团的设计师 请进帮团队 首先先问问您一个问题啊 家里有孩子吗 有孩子了 孩子已经9岁了 是个男孩 而且是特别调皮 哎呀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奶爸了啊 那我相信您对接下来我们业主的 这个装修的需求 应该会非常的理解 说实话啊 他们的现在的居住环境 不太适合孕妇 可能也不太方便 接下来带孩子 所以呢 得拜托您多费心 帮他们想想办法 可以吗 好的 我先了解一下这个夫妇的一些情况 了解一下这个居住的情况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为他制定一个 非常详尽的一个方案 你看我已经把他们的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呢 都放在这个信封里了 那这个任务 我就正式的交给您了 好的 没有问题 相信我吧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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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设计师行星华 一脸轻松的样子 这次挑战最难的部分 才刚刚揭晓而已 我这次受到的任务呢 是一个40平方的小房子 那么要满足 适合于三口之家的一个生活空间呢 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个上面这个预算 实在是让我有点为难 我们很多业主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 那么呢 这个业主呢 有这方面的 对这方面有个要求呢 可能有一些 不可明说的一些想法 为了做出更周全的方案 他提前跟业主进行了电话沟通 提出了一些预想中的疑惑 同时约好时间 进行第一次登门拜访 哎 你好 你好 打了几次电话 这是我们的设计团队 这是陶宫 这是王宫 在通话当中 我们也对你的这个情况 也有所了解了 要不是这样的 你带我在家里面看一看 其实我现在对这里 有点不满意的 就是厕所 这个有个台阶啊 这个台阶的话很不方便的 而且这个里面的这个领域的话 没有做干湿风鲤 那你这个领域的时候的话 把整个马桶里面的话 全部搞得全是水 到时候的话 每一次你都不好清理这个 然后这里就是放着我那些杂物 看来这个地方还是要需要设计一个杂物 杂物间的 对啊 然后进去房间 然后这里就是我的卧室 你看多不方便 没有床就是来把那个 这个保板 这个还是 挺单薄的这个 看着凌乱的房子 第一次上门的设计师 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这还能算是个家吗 这么个缺乏温度的房子 别说是三口之家了 就算是小两口过日子 也是很牵强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没有用的阳台 为什么用的都是平常都是在 这个地方是有点窄了一点点 你老公不在是吧 他刚好今天有事回去公司开会了 男主人不在 行鲜华似乎有些犯难了 毕竟这次为了是否能改造房子 两夫妻曾经闹得很不愉快 这真要改造起来 还是得找机会 征询男主人的意见 你们平时吃饭在哪里吃呢 叫外卖啊 那才不方便了 对啊 现在我还怀了宝宝 所以真的确实 没什么营养在吃外卖的 所以就想考虑要个厨房 不过这个空间已经很小了 如果说我在这个位置 再给你考虑放个厨房的话 既没有品质 而且是确实已经是没地方放了 而且呢 会给这个客厅的话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的上门 设计师怎么看待 这个急需改造的空间呢 包括这个进门的问题 这个一进门直接看到这个空间 这个呢是出现了这个朝向的问题 那么呢 卫生间 有台阶的问题 那么只还有一个是整个空间的这个规划 还是功能 还是有严重的缺乏 整个家里面其实非常凌乱的 又很成就 又很凌乱 整个生活品质的话 应该是达到一个最低点 把整体生活品质提升上去 这是设计师的想法 自然也是业主们的想法 那么这个小房子的改造方案 要如何才能做到美观 实用 性价比高呢 这个客厅呢 这个位置呢 我认为你在白天的时候 不休息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可以完全打通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你这个地方又可以把它关起来 你老公回来 如果在客厅 利用客厅做书房的情况下 其实也可以 所以你在房间带宝宝休息 这个是完全是不冲突的 家里的收纳空间的话 可能还是我们也会帮你去考虑 你现在这个衣柜的话没有 这些衣服 摸到外面去的话 这个都要去考虑的 我希望你们家里住成了之后 你跟你老公一起 请你这个吃快餐 拥有自己的一个厨房 然后呢 做一道美味的好菜 烛光晚餐的这种感觉 我认为非常的浪漫 你说的其实挺好 业主小慧连连地点头 看起来相当地认同 设计师给出的初步方案 设计师也像是吃了一颗定心碗一样 我相信我的方案 是一定可以打动它的 但是新屋齐家庄 面对的每一个改造 怎么可能这么没有挑战性呢 但是我有点担心 我们的资金不是挺多 看来预算仍然是一个 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 当他说到资金不足的时候 我大概已经猜到任务卡上 为什么有备注这一项了 这个没关系 这个我们可以想办法 尽量地给你减少费用这样子的 用一些优惠的材料 能够满足你的设计的要求 这个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可以 如何让一个房子做好迎接小朋友到来的准备 还是有非常多的细节需要斟酌的 在第一次上门过后 设计师行仙华和他的团队回到公司 马上进入紧张的会议 默契的梳理之后 团队很快达成了共识 为这次的改造做出了第一版效果图 只是这个看起来造价并不低的效果图 能否顺利在两位业主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完美呈现出来呢 这头当设计师们已经在褚褚满志地畅想改造效果时 另一头却发生了新的突发情况 记得吗 说好了不能跟家人借的嘛 你怎么办办办呢 那少少钱先问家人借着又不是吧 要不然就不要搞了 不行啊 什么都说不行 那你有考虑过嬰儿的吗 那是有考虑过的 你考虑过不少少费用你都不愿意出 那是没有的 怎样没有 都先问家人借着 那你问家人再借一点 那我家借一点不行吗 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一直在观察着节目组导演 都一头雾水 这到底又是怎么了 原本我们的手头都比较紧张了 之前商量好的就按商量好的来说嘛 他现在想太多了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觉得多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也无可厚非 虽然预算上真的多出了不少 他还要我回去找家人要钱 我们都已经出来工作了 我真觉得面子过不去了 平时我说什么都行 现在都是为了孩子 他却不愿意了 我能不生气吗 预算似乎成为了这一次改造的拦路 是坚持改造还是妥协放弃 小慧突然心里没有了底 我刚刚接到小慧的电话 他可能跟他老公之间为了装修的问题 也有些争吵 所以说我赶紧跟他们去解释一下去 哎呀 齐老师你来了 真的辛苦你了 来 上去 好好好 设计师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 但是我们的预算真的没有这么多 随便搞一下就OK了 不用这么多钱啊 可能你对一些细节各方面 你还不一定能够了解 你也不要着急 慢慢听我讲 其实我站在你这个小宝宝的这个核心当中去考虑的 而且你夫人更多的是站在你很辛苦的这个角度上去考虑的 我感觉他是做的蛮对的 你也不要去责怪他 那么其实在功能这方面呢 比如说厨房 在这个房间里面做到会 势必会对整个空气环境啊各方面都会有其影响 而且呢又不能做到 在设计师的耐心解说下 阿杰开始理解这次改造的构想 似乎也对改造方案开始有了初步的认同 不过对于阿杰来说 他最关心的还是预算问题 但是我们没这么多钱啊 现在 那个没这么多钱 你这样子的 我们给你想办法好不好 要不呢我在其家晚上我们看一下一些效果 还有这里面用了一些材料和一些价格 也许或许是不贵呢 我们看一下好吧 好行 来一起看一起看 要不一起看 一起看 看一下啦 不要生气了 别生气了 看一下 其实这里面呢 有一房一厅的 也有两房一厅的 还当成公寓的 你看 在设计师的反复承诺下 阿杰终于也和设计师达成共识 改造方案敲定 那我先走了 慢走 辛苦了 没事 来来来 免送 虽然说两位业主认可了这次改造的大部分建议 但是两人可以拿得出来的改造预算实在有限 要达到方案中的效果还是很勉强 这可怎么办呢 按设计方案来说的话 可能会造价会高一点点 但是我还是想通过材料的选择和控制的话 来还是要达到这个设计的效果 这个板材味比较好一点点 这个板材味它就是至少来说它没有太多的甲醛 这个感觉是不错的 因为这几年我相信您应该也有关注瓷砖这种类型的产品的话 这几年开始往这个功能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们在产品的表面和胚体加入了我们具有专利的能量粒子 它能释放大量的富氧离子 它能够有效的清洁空气当中的像甲醛 本胺 TVOC这一类的有害物质 我把我的手放在这上面 然后一会儿您来观察就能够看到 我们整个微循环的速度 它其实是有明显的一个加快的 这样子的 还有这样子的功能是吧 是的 这次的预算的话 的确很难控制 但是我还是会想很多办法 首先第一个 把原木木板这一块我们还是改成砖 改成砖的话 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下了一部分 然后整个墙面还是用了一些原木的墙面 当然这个是比较生态的 如果不行的话 我看这样子的就仿木的材料来做 这个是比较好的 家装小常识 木式面 木式面全称装饰单板贴面交合板 是用各种名贵木材作为木式面 经过复杂的设备流程 将单板牢固定在母板基层上 将原本在现场装修项目木工工程和木器漆工程中 凡是要做油漆的市面部分 如门套 窗套 衣柜等 在工厂内通过精家工作业进行生产 然后到现场进行组装 由于木工提前生产好 减少了大量的现场油漆 粘合等工作 从而减轻了对室内空气的污染 另外木式面在厂里加工 可以进行配料 控制原材料的成本 不容易造成材料浪费 为了可以给两位业主节省装修费用 设计师绞尽脑汁 甚至还联系上了很多自己的老朋友 希望他们可以帮助自己 完成这一次改造任务 马主你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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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 你好 这次的软装呢就是 完全是让你们来配合帮忙一下的 这么说 确确实实 业主呢这个在资金上面呢 还是比较有有有有有限 看看这方面能够起优一些支持这样子的 可以呀 这边我们选择的这些产品提供给业主呢是 性价比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针对小户型里面的一些产品 家里的软装尽可能的不要太多 但是我们要做到每一个东西 都是落到实处的精致 在家里这种感觉 我认为可以了 做书椅 做书椅是不错的 这款或者说我们的方案 再去调整 淘总你可以看一下 淘总你试做一下 这个感觉也挺不错的 我觉得这种灯具的话 还是比较 温馨一点 对 温馨一点 还是比较接地气这样子 在挑选材料的同时 为了保证设计可以顺利进行 自然是少不了专业的 机电顾问的参与 然而 当机电设计师 在仔细研究 卫生间和厨房的排水走向设计后 却对邢老师的设计方案 提出了疑议 现在主要还是用排水 我们排水啊 这个管子去到11公分的 比较大 而且你管弯拐多了 而且你这块的地面 整个标章 这里的都是平的 我的管没办法 我又不能这么拐 在那边去过来 原来设计师的改造方案 为了保证洗手盆的采光度 把原本在洗手间 面对客厅方向的洗手盆 设计移到窗台下面 把马桶改到原本方向的对面 但是 房子原本的排水口 却还在原来的马桶位置 这样将会给马桶的排水 造成一定的困难 我们现在用马桶的排水 就是最容易堵了 所以尽量就尽能够排出去 那实在真的没有条件了 那我们也要确保它那个坡度足够大 当然我们现有的方案 只能就是可能解决掉隐藏那根排水管 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办法 解决那个站的地方不太太多 因为这个墙我们还是可以割一点 是吧 哪怕有五公关进去你就好了 只我做十五公关就好了 割一部分 割点长 家装小常识 机电设计 机电设计在常规的家庭装修中 所占的比例比较小 但是却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包括排水系统 电气系统 暖通系统 智能化系统等几大块 通俗来说 也就是挤排水 插座 空调通风 智能家居等部分的设计和使用 比如排水部分 如果没设计好 就会直接导致卫生间排水不通畅 导致堵塞 或者通过地漏反冲臭气 厨房也可能会因为油脂导致堵塞 还有插座的排列与数量 空调通风的摆放位置等 都是属于机电设计的部分 像我们现在这个案子 因为它是一个旧改造的项目 可能我们要结合我们现场的一些 比如说我排水的条件 等等去设计才行 那这里边可能就要去要求 我们内装设计这块 配合我们为了排水的顺畅 可能又有所调整 排水问题在家装设计师 和机电设计师的共识中得到解决 这次旧屋改造计划 终于可以进入装修阶段 正当装修队按部就班地进行施工的时候 旧屋却暴露出了新的结构问题 改造任务不得不暂时叫停 可能按照我们现在要排的那个管 我必须要抬起来 我才能够有墙 要搞个台阶了 这个地方不是有那个吗 这个地方不是有板吗 来看 原来水管的高度已经是定了位 而且呢 还有这个排水位都那么高 我如果要抬高的话 最起码不小于18 如果说你不抬高 我领域间我就把这个墙做后面 能不能抬高之后里边分两起 里边分两起 高高低低的就是上上上的问题 没想到为了解决问题而设计的方案 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这个现场情况让设计师倍感受挫 他究竟要怎么解决这个困局呢 我有个想法 把这个管道照到这个边缘 这个边缘抬高 这个地方加矮一点点嘛 就矮的绕过去嘛 因为这个地方有柜子挡住了嘛 看不到嘛 这个地方照过来看 看不到嘛 像一个墙群一样的 上面还可以放隔板 放置物 对 做完的时候 卫生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但装修师傅 却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这里原来有面长的 后来为了按照里面卸计的效果 把它拆了 业主对那个防止的折扣的话 提出了很多很多疑问 没有这个地方它有根梁 这个不是这样的问题 没梁 它的折扣的话 那个梁只来到这里的位置 它不是贯通的 没有贯通的是吧 对 现在因为这个地方 拖出来一块是很难看的 因为我当时一定要要求是通点的 你们为什么没说它会通点 这个是因为防止的折扣问题 它本来不是框架折扣 都是会有结构 如果把这面墙那么大面 就把它砸下来 这个是外墙主地墙 原来这种旧屋结构设计 一般没有多余的承重量 房屋的承重全靠房屋的所有墙体 共同支撑完成 也互相影响 所以一旦装修中 施工队伍打拆的不好 有可能引发不可挽救的后果 因为这个地方少了这一块的话 这个地方就很怪了 就很难看了 所以说这个方案就设计要调整了 这个图纸上要调整一下 那我这个掉顶就不要到顶了 这个地方墓市面就不要到顶了 我整个地方拉平了 整个改一个这样的方案 那你这个地方补一个梁过去 给它补一个梁可以啊 你如果说这样的话 你要是防止危险问题 你如果要倒一个梁过去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只是一个费用呢 现场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预算超支问题再次出现 设计师还能算得过来吗 这边装修一再出现问题 另一边男业主阿杰也经常徘徊在家的附近 远远地看着装修中的房子 他的心情就如同街上的雨一样 似乎从来就没有停过 我不想这么快装修 我想一步到位 最怕预算不足 效果不好 阿杰对预算的担心 也在无形之中给了设计师压力 这次的改造任务 可以说不仅考验设计师的设计改造能力 也考验他的临场应变能力 更考验他的成本控制能力 装修工期已经进入倒计时 这次改装任务是否可以顺利完成呢 现在是地装铺贴的施工阶段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地装铺贴 是不是符合标准 经过测试 经过测试 地装的空骨率是在标准值的范围内 并没有出现中心空骨的现象 经过检查地装表面刚净平整 并无裂纹 切零 掉角的现象 流缝框度也是一致的 整体看起来会比较美光 符合施工标准 因为卫生间水分多比较潮湿 地装我们采用的是湿浦工艺 相对于钢铺法 湿浦沙浆比较薄 能节约地面厚度 节省空间 而且钢铺法的水分比较少 使沙浆不容易密实 大大增加了透水性 防水效果比较差 而湿浦法的沙浆内含大量的水分 以基层连接会比较牢固 防水效果会更好 所以洗手间地装 最好采用湿浦工艺来做 另外地装要有一个坡度 地漏坡度不小于2% 在放水时 水流沿着坡度流向地漏中 地面才不会流成沮水 本次施工工地 已经通过了 齐家宝安全隐患检查 今天的地面装施工缓解 验射合格 可以进入下一个施工阶段了 把它扣起来 很快一个月的装修工期就结束了 阿杰和小慧的这个新家 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稍后继续 马上播出 因为刚好出差 阿杰没办法陪同小慧 一起验收房子 虽然阿杰也求助帮帮团 安慰妻子难过的心情 但这也给原本美好的收房时刻 增添了一丝紧张气氛 这一个月的时间过得也挺快的 马上就到了我们收房的时间了 小慧 你跟阿杰不是秤不离驼吗 今天怎么收房这么重要的日子 就只剩你一个人了 她说装修了事情是我提出的 就要我来管 她要出差 她不想理这件事情 那工作还是重要的 没关系 有我们来陪你一起收房也是一样的嘛 只不过如果有两个人的话不是就更好吗 更完美了一起见证这么重要的时刻 就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陪着小慧上楼收房了 走 好美啊 在这里面现在变得非常的开阔 而且整个风格非常的清新 喜不喜欢 喜欢喜欢 请邢总公介绍一下 这一个月你给这个房子做了哪些的改装呢 原来呢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简易的沙发 现在呢我们把沙发做到一个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一个厅的位置 然后这个地方 很温馨的小客厅 对对对对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小书柜 把原来的窗户做了两个头窗的位置 好好爱情很妙耶 对对对 你除了可以在这里做些稳安工作之外 还可以坐在桌盘上面看看书呀喝茶呀什么的 你坐过去试试看 对对对对 可以耶 是不是还挺舒服的 还可以靠着后面 是的是的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能把帘子一拉 对对对对 让那个自然光进来 然后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的卫生间 好 你们看了 精彩的一刻 开始啊 很宽敞的一个卫生间啊 对对对对对 还有淋浴房 这个之前真的是两个样子耶 真的 有种别有洞天的感觉 虽然是个厕所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上学的广告都能够回去被绝了 嗯 淋浴这里也做到了干十分的 对对所以淋浴间做的比较大 平时要放个盆啊什么之类的都比较方便 给它到考虑到了把我去洗澡盆呢 还发现了 这就是我看这个 这就这个门后面还有一个这一块是什么 对对是一个鞋柜 这也是鞋柜 对是一个屋顶的鞋柜 这个储存上是很大的 底下是一个换鞋子的地方 它这里是平的 你不用再去拿鞋子 直接就可以把鞋子拖到里面 就很方便 然后这一块它设计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 同天的一个一门 就是说这一堵墙 我们看过来也是一个 像端井一样的感觉 这边同时也是一个玄关的感觉 一进来之后 它是原来是不直接对着大厅 这样的话一个玄关 这种感觉是比较起了一个隐私的作用 然后这边恰恰把这边位置 门的位置就成了一个电视背景墙 它原来门在这儿 我们也考虑到到时候门开在那里 将来你的宝宝会打开门 直接冲到楼梯上去 这样转过来的话很安全 又安全 而且从这个视觉上面 也不像原来那种 好像一开门把所有东西都看进了 对啊好 房价私卫星 对对对对 这墙面其实涂了一种 明灰色的一种涂料 这种也是比较环保的 然后往这边走 这边在那边后边就是 我们的厨房 也是我们的重点要介绍的位置 这原来是什么来着啊小慧 原来是阳台啊 把阳台改成了厨房 对它那个阳台原来很小 几乎是没有用 废弃了的一个阳台 你还看这像厨房是什么呀 这个厨房呢 这个功能呢还是比较强大的 我在这里面的一个色调呢 考虑的这个是米白色 这是米白色的 然后台面是灰色 地面是灰色 然后穿插在米白色 墙面是灰色 这种做法呢 显得空间感要好 对 吃快餐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而且功能相当强大 你可以转一转 转一转看看 转身 这个对 对对对 是啊 这边炒菜啊 就外面都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平台 就是你可以放很多 还有手法都可以放 是啊 就不用吃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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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 来 我们到这边来 然后呢 我们看整面这个墙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长条形的一个阳台 我们把这个阳台 它分割成两个部门 一个是刚才看到的是厨房功能 一个是一个亮衣的阳台功能 在这个两个功能之间呢 我们做了一个餐厅的背景墙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未来呢可以放一个餐桌 这个插座的话呢 就是将来我们要是喜欢吃火锅 你可以随时插上电眼 然后又可以用了 宝宝百月的时候 必须会来做热闹 行行行行 接下来我们也来看看我们的卧室 好吧 小贵你有声音 你先坐下来 来来来来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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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累着 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卧室的一个背景墙 这背景墙呢用的是橡木颜色去做的 你们再看一下这个灯 这个灯呢 你们看 如果说你不看墙面 天花是没有任何灯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灯呢 突出了一个防眩的一个功能 而且这个灯呢是3000K的色温 显得特别特别的一个温馨 所以说它直接可以把这个整个床品的照亮 尤其精彩的一点是这个衣柜 这个衣柜我们没有做通上的这种反省 做了中间做的一个平台 就是为了把这个空间延展的更大一点 因为我们的空间比较小嘛 是的 这样更通透一点 简直也宽敞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卧室的一个隔断 它是可以推拉的一个功能 这样子的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拉上 嗯 对对对的 是的 或者说有人在外边活动的时候 那边拉上 就是我们做到的就是动静分离嘛 就是当你完全拉 拉在完畅的时候 里边休息 外面有动静 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个音效果还不可以 然后这个茶匙的话 它也是分体的 就是说可以你自己喜好来摆放 对 不占空间 就是 都没有棱角 对 平时你比如说你想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你包油杯茶在这里都可以 或者合在一起都可以 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茶匙 多功能 对 好使用 对对对对 觉得每个细节都好贴心啊 小慧 我觉得现在这个房子 经过改装之后 有一种感觉就是 麻雀虽小房子虽小 但是功能非常的齐全 你看有晾衣服的 有厨房 有洗手间 飘窗 书桌 对 书柜 对 书柜 鞋柜 储存的功能 对 餐空间 餐空间 卧室 客厅 餐厅 齐活了 对 市场是大个多 对 觉得满足这一家三口的生活需求是绰绰有余的了 对对的 还满意吗 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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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修的细节都帮咱们考虑到了 现在住进这样一个坏人一心的房子里面 心情会不会好一点 别的愁眉苦脸的啊 小姐在就好了 她最近真的很忙她跟我说过了 真的是非常的忙 你看她现在努力的去工作也是 为了将来能够给你和宝宝更好的生活 对不对 再忙装修 不是一件大事吗 啊 委屈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 解铃还需细铃人 帮帮团的安慰终究是比不上小慧在乎的 哪一个人 小慧打断您一下 因为您先生最近工作挺忙的 他今天委托我跟你一起收房 您先生也打了电话了 您听一下 哦 好的 看着小慧逐渐露出的笑容 帮帮团知道 小两口已经和好如初 只是阿杰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忙 连装修这件大事 都留给小慧自己去应付呢 窗外的春雨仍在下着 小慧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交集 她在等待阿杰 不知道阿杰回来 看到装修后的仙房 会洗 会忧 老婆 我回来了 进来吧 老婆 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又乱花钱了 这里装修得这么漂亮 老师告诉我到底操资了多少 谁告诉你操资啊 你最近不是抱怨我一直在出差工作吗 你出差就是大事 加你装修就是小事 我出差工作也是为了赚更多的装修钱嘛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升职了 真的吗 是啊 为了礼合宝宝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赚钱 让我们可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装修是一次考验 我们会有争吵 会感受到压力 会有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 但当心无落成的时刻 我们的生活走到了新的起点 有更多幸福的回忆 等着我们去创造 我们是一家人 稍后继续 马上播出 请不吝点赞 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阿杰和小慧因为预算的问题 不止一次的起了冲突 这让我们非常的担心 那么现在工程已经顺利的完成了 究竟这预算有没有超标呢 我要先帮他们来看一看 本次阿杰和小慧家的装修 硬装部分为4万元 软装部分为1万8千元 总价为5万8千元 经过了一个月的努力之后 阿杰和小慧的新家终于落成了 今后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安乐窝里 等待新生命的诞生了 让我们在这里祝愿他们未来的三口之家 能够和和美美健康快乐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在下期的节目当中 我们又会收到什么样的装修申请呢 敬请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